6.4 字幕效果修饰 本节主要通过实力的制作来介绍字幕效果修饰的操作 打开项目文件 执行字幕 新建字幕 默认静态字幕命令 弹出新建字幕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 弹出字幕编辑器对话框 输入字幕同化世界 设置字体为方正胖头语简体 选择填充类型为四色渐变 并设置相应的颜色 原来点击表 感谢观看 勾选字幕属性面板中的阴影复选框 单击颜色后的色块选择白色 设置不透明度参数为100 角度为0 距离参数为0 大小参数为20 使用选择工具 调整文字的大小和位置 感谢观看 关闭对话框 此时字幕文件自动保存在项目面板中 将项目面板中的字幕文件添加到时间轴中 预览添加字幕后的效果 字幕效果修饰的讲解到此结束